大家晚安 下雨下了好几天 今天终于有阳光露脸了 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前几天影响台湾的梅雨封面 在今天逐渐的往南压到巴士海峡上空 所以台湾各地脱离的梅雨封面影响 各地都逐渐的有阳光露脸 波云渐月 而且气温也明显的往回升 回到一个比较温暖 有点闷热的这种天气状况 这样子的好天气 建议您真的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很快的在明天 这波梅雨封面 在明天的下半天 又会开始再度的北台 这个北移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台湾各地的明天水期 又会再度的增加 除了中午过后 午后震雨的情况 会变得比较明显 南部地区又要顺房 又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震雨了 不稳定的天气 至少会持续到礼拜四礼拜五左右 所以接下来这一周 恐怕天气状况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提醒您出门都要记得 攜带雨具了 再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这一周呢 未来这一周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潮湿闷热的感觉 大气的湿度高 再加上的气温图片 都可以来到30度左右 所以这样子潮湿的情况之下 闷热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 在北部地区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都是这样子的 中午的高温 大概都可以来到30度左右 湿度又高 所以感觉会更加的闷热 也提醒大家呢 最近这几天 外出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再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刚刚提过了 明天这波风辨渔系 又会再度的往北台 移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预计呢 明天南台湾 又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震雨 其他地方呢 中午过后 也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震雨了 紧接着礼拜二 礼拜三呢 水气更多更明显 所以各地的降雨情况呢 又会变得再多一些些 要等到礼拜四 礼拜五降雨 才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但是整体来说呢 真正要等到 一段比较连续 长时间的好天气 就得等到下个礼拜 周末之后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几天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各地仍然是维持不错的好天气 所以大家晚上的时候 一直到明天上半天 不妨可以多多的出去 走一走运动一下 因为呢 到了明天的下半天呢 这波美雨封面啊 逐渐的再度北台之后 南台湾又有机会 开始出现明显的震雨 而其他地方呢 也要多加注意 中午过后 也会有一些午后震雨发生了 所以提醒您啊 这几天呢 天气状况又要变得比较不稳定 大家务必要多注意了 所以来看一下 好天气大概持续到 明天的上半天而已 在明天的下半天呢 封面北台之后 水气增多 又会开始出现一些震雨 特别是在这个礼拜二 礼拜三 雨势会比较大 比较明显 仍然是需要顺防 有机会出现大雨 好大雨发生的机会的 所以提醒您 连日降雨好几天了 在下个星期呢 恐怕又会再度出现 一段比较长时间的雨势 提醒大家呢 要赶快多加留意 趁着好天气的时候 多加注意呢 价中复兴的排水系统 有没有正常预作 有没有被一些树枝落叶 给堵塞住了 因为紧接着 又要下雨下的好几天 大家还是要谨慎戒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